這是台電31噸清木林金這些這些的發起人 那後面我就跟大家稍微簡述一下 我們的行動報告的成果 跟我們目前做的東西 那稍微回顧一下就是這個專案是在做什麼 其實台電的有編一筆預算大概30億左右 那這筆預算呢其實它是用來噸清木林 那大家想說噸清木林是做什麼 其實它是為了促進電力開發的協助金 那這個協助金很特別 不只台電、中油、台糖、台水都有 那其中呢它的公開資料 就是基本上該公開的都有公開 但是唯獨沒有揭露的就是 其中仲介立委的姓名 跟背後衍生的關係 那這個專案為什麼我們會關注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發現立法院有立法委員 因為利用他自己審查預算的權利 那一方面審查台電預算 那一方面又跟台電要補助 那補助他自己的關係人 那這個問題裡面大概會有幾種界定 就是第一個是他自己本人的協會 他去爭取預算 第二個是給配偶 第二個是給金屬 那我們也有發現是給助理 公費助理管理的協會的問題 那這個專案就是希望呢 藉由公開的資料 把台電沒有公布的部分 把它揭露出來 那藉由金流的公開 能夠把利益衝突的問題放大 那不論是報章媒體 或者是希望關係的民眾 都能夠了解這個問題 然後進而用輿論的力量 來把這樣的問題解決 那第一個我們在這三個月 花了一點時間就是收集所有 有歷年來台電的預算書跟決算書 那並把監察院的糾正資料 跟調查報告 統統把它彙整在一起 因為其實監察院 針對台電有點算是變相 爛發木林金其實已經糾正好幾次了 那也有展開調查 像最近的麥電事件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那最後呢 立法院其實裡面也有一個東西 叫做預算的評估中心 那評估中心裡面也明確的指出 這筆預算 因為它第一個就是 它的合照標準很低 那它的結案報告也不完整 等等這些都會在這個報告 裡面被指出了 那最後呢 我們也收集了台電後續回應 新聞跟我們一些 看法的一些回應 希望兩面並成 那這個呢 這個資料庫最主要就是讓 民眾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去爬一下它之前的所有的文獻 那這是我們第一個做的事情 那另外呢 我們整理一個算是 目前我看到算是 最完整的一個 立委關係人的親屬資料庫 那其實它不只立委 我們把22個政府議長的資料 統統把它收進來 那我們這一次這三個月以來 就是利用報章媒體監察院資料 選舉公報 大概撈到了明代的親屬大概300多位 那也針對立法院的助理名錄 我們找到了100多個 辦公室的主任跟副主任 跟他們辦公室的主 那我們資料來源都把它寫在下面 那為了方便大家 未來資料四處之後 能夠共同編輯或更新 所以我們也會把資料 同步到wikidata裡面 那只要 另外大家如果有看到新的資訊 新的訊息就可以同步更新這個 新書關係的資料庫 那稍微講一下資料庫的小敘事 就是很有趣的事 就是我們其中發現 立院其實有很多明星的親人 舉例來說 像林昌卓委員的表姐 其實是明星黨籍的何欽淳 那曾明仲委員的表妹 其實就是歌手江湖 還有一個就是邱毅營的堂帝 其實就是浪花兄弟裡面的 其中一個叫貝魯倫的主廠 那其實這些東西呢 這資料庫的運用方式很多 例如說我們只要找到名詞 那接下來我會介紹 他們協會的資料庫 這兩個合起來 不論是台電 未來在中央政府運算的補助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找 那這個是我們在集中聊聊之前稍微 因為之前有開發一個城市 那我們就把現有的關係製造圖 把它套入進去 那利用視覺化的方式 能夠讓大家可以 對這個資料庫有所掌握 那這邊中間因為 好像是張榮衛先生 最近有一些事情被判刑八年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這個 視覺化的東西去找到說 他們張家 雲林張家 目前的發展的脈絡 那另外呢 我們也就是取得台灣目前 8萬多家非營利組織的資訊 那我們取得這些資訊的目的 其實就在於說 我們要知道這個社團的 理事長跟負責人是誰 如果裡面有 是立委親屬的 或是立委關係人的 我們就會利用這樣的資訊 把它揭露出來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這三年來台電編了不少預算 從2016年是33億 去年是31億 今年的預算大概是29 所以我們在16000多筆的補助裡面 我們發現1390多筆 明代協助申請的資料 也就是說 大概我算過大概是8%左右的項目 是明代協助申請的 那其實是為數不小 而且其中有不少 就是他自己申請 那他自己又審查預算的 就是算爭議很大的一些運算 那這是我們設計的 網站的設計的功能的設計草稿 那我們大概就是 我們會先把立委的姓名跟關係 跟理事長的姓名把它合在一起 那另外一面是結合台電 公開的申請補助的公開資訊 那讓民眾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很清楚的看到 某某委員跟這個理事長是什麼關係 那又在什麼時候 申請了多少台電的經費 那不管是單位跟他的申請計畫 都可以讓民眾去判斷 這筆預算到底花不花得合理 例如說600萬頒一個 廟會活動 或是說 170萬頒一個卡拉OK大賽 這樣的經費 或是說 甚至有些是連結案報告都沒有 那大家都可以在左下方可以建議 那這個是我們親屬照顧的 視覺化的草稿圖 那接著這個是我們專案的首頁 那最後呢因為資料的比對 現在目前是用姓名的方式 所以我們還增加了政府的公報 議員的公報 加上有些委員他會在自己臉書 去promote說他是某某協會的某某人 所以我們把這個增加進去 讓我們的資料庫的查證的功能 能夠更有效 那這是我們其中目前做的 我們接下來呢在行動之前 我們會先把網站上線 那另外我們還會舉行一場 倡議的記者會 那還有說我們目前也在跟週刊 正在討論未來的專題報告等等 那就希望輿論的方式 能夠讓這個議題被他重視 好那就是未來的可能專案的方向走向 那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